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 今天我來到我的蟲室 來整理我的甲蟲啦 整理的時候呢 我發現到幾隻不錯的台扁 已經漁化囉 還記得我曾經介紹過的 綠島大哥台扁嗎 綠島大哥台扁 它非常非常的粗壯 而它的後代呢 已經開始陸陸續續的漁化囉 它的後代表現如何 我們一起來看看囉 目前呢我們出了三隻的蟲蟲 還有一隻的母蟲 那這三隻蟲的體型 表現都非常的不錯喔 連這隻目前出來的母蟲呢 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啊!肉餡44mm超級大 那現在呢我們就把這個蟲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表現如何吧 那我們從最小的開始 最小的是這一隻 有重14.9克的這一隻 看一下喔 這隻呢是目前出來最小的一隻 它的永重是14.9克 那這隻體長呢是68mm 也是相當不錯 相當大型的一隻台灣扁敲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前胸背板 仍然是非常的粗壯 完全有遺傳到綠島大哥台扁的氣勢喔 非常的帥氣 這隻68的個體 另外兩隻呢 都非常非常的帥 非常非常的粗壯 而且這兩隻呢都已經超過7公分喔 我們一樣先看小隻的 就是剛好70的一隻個體 它的永重呢是16.1克 7公分的大台扁要出現囉 這是超級粗壯超級帥啊 看完這一隻呢我們要看 現在目前最大的 這一隻呢更粗壯 它的永重呢也更重 這隻呢是71.2喔 前胸背板的地方非常的粗壯 但是呢其實可以發現它的牙齒 好像比較短一點 看起來呢就是綠島大哥的氣勢完全就出來啊 超級帥 是不是超級的帥氣啊 但是 你以為它們是最大的嗎 其實還沒喔 後面還有幾顆蛹 超級令我期待 其中最大顆的蛹在這邊 這一隻幼蟲呢我曾經秤到26克 非常非常的重喔 那我們給大家偷看一下它的蛹 這顆蛹呢重達17.6克喔 是我養過最重最重的蛹 但是出來會多大呢 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期待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他們的表現如何 就等於話後 再來一起公佈囉 讓我們一起期待他們的表現吧 我們一起期待 走到六四個小時 這兩個小時 我們可以試試看 然後就可以看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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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